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说的是一个从下星期就要开始执行的新的政策 那大家都知道原来如果是买家的经纪人带买家去看房呢 那是不需要签任何东西的 但是从下星期因为这个Bernard vs Nard的这个law suit 那从下个星期开始之后呢 如果买家的agent需要带买家 尤其是新的客户是要先签一个合同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这个新的法律规定了 就是说卖家可以不再付这个买家经纪人的佣金 但是其实这个呢怎么说呢 是件好事但是其实也不见得 那如果大家这么想 如果好事的话对于来说卖家是好事对吧 因为买家可能是不需要再付买家的经纪人的钱了 所以他们可以会赚更多的钱 那对于买家来说这件倒不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呢 那如果大家想想买家买房子的话 除了这个首付的话 最少一般是要付三个点对吧 有的人可以付更多 比如说二十啊三十四十个点 那然后还有closing cost closing cost呢差不多一般也是要两个点左右 那如果买家已经要付了这么多钱 然后还要再付这个佣金的话 那会不会有很多买家就说那我心里就买不起房子了 尤其是只能存下三个点首付的人 那对于卖家来说呢 其实说他可以想那我现在不用付这个佣金了 我可以省很多钱 但是呢这倒也不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 因为刚才说了买家现在呢就是要付很多的佣金 很多的这些开销 那如果买家还要去付这个钱的话 那也许买家就不会选择这套房子了 那虽然说在网站上呢是不可以在就是明示的写出来 就是卖家会给买家经纪人多少佣金 但是其实这些还是可以商量的 那如果是聪明的卖家 还是会照样把这个佣金付给买家经纪人的 因为他这样只有这样的话 才能带来更多的人来看他的房子 然后还可以出更高的一些价格 因为他们这些钱都是可以省出来的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联系网